然后呢 在第二句话 那进一步描述精确的时间 At this time of the morning The arcade was almost empty 它说在清晨的这个时候啊 这个拱狼街几乎是空荡荡的 在大根本推测估计早晨五六点钟 六七点钟 还没有人来买东西 谁那么早来买东西啊 描写的是我们重要的五个W里面的一个when 什么时间 清晨刚开业的时候 当然这个empty表示空荡荡的空的 表示里边没有什么人烟 没有什么人气的 冷清的 这个empty本身表示里边没有装货的 没有装东西的 派生意叫没有人的 冷清的都可以用它 但注意发音 我们先看例子 An empty truck 一个空卡车里边没装货 派生意是空荡荡的 Empty streets 空荡荡的大街 到了北京 在春节的时候外地人都走了 空荡荡的大街 就Empty streets 但注意老师没有懂得empty 中间这个p又是个爆破音 大家还记得吗 爆破音有六个 嘴唇两个 舌尖两个 舌根两个 嘴唇两个是p b 舌尖两个是t d 舌根两个是k g 但是这个爆破 如果在后面出现其他辅音的话 前面这个爆破音就只做口形 憋住气 没有爆破出来 停一下再读后面这个音节 所以你看我没有懂得empty 后面这个t 有另外一个辅音 所以前面都是m 也不懂得empty 也不行 得做着动作m 闭入嘴 稍微停一下 再发这个t 我们慢慢来 empty 很好 再来一遍 empty 还是这么一个声音 失去爆破了 只做动作 但是没有喷出来 然后下面人物 出来了 我们有时间有地点了 主人公出场 泰勒先生 Mr. Taylor the owner of a jewelry shop was admiring a new window display 主角之一出场了 泰勒先生 是一家珠宝店的老板 现在正在欣赏一个刚刚布置好的 这个橱窗 就成立的这个橱窗 这个Mr. Taylor 是泰勒先生主语 后面 the owner of a jewelry shop 可以看作做主语的同位语 来解释身份是谁呢 一个珠宝店的这个老板 一个他的主人 拥有他的老板 珠宝店他用的是 Jewelry shop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一个珠宝商 这个珠宝商的店铺 我们先说珠宝商 珠宝商有一个词 咱们看第十行 It came to a stop 就在这个书 看第十行 It came to a stop Outside the jewelers 出现了the jewelers 那个jeweler 就是珠宝商的意思 那前面加个定管车 后面加个首格 the jewelers 其实在这就是表示珠宝店 就相当于这句话中的 Jewelry shop 跟它类似的还有像什么 咱以前说杂货商 还记得吗 grocer也有类似用法 你看the jewelers 指珠宝店 the grocers 表示杂货铺 因为grocer是杂货商的意思 其实就是省略它的店铺 后面省略store 或者shop 这是用这个某种行业的这个人 后面加press 可以表示它经营场所 可以这么说 当然这个jeweler 屏幕上用的是美式拼写 咱们课本上地试行 用的是英式拼写 两个l都对 英国人都是jeweler 美国人都是jeweler 少了一个l 但拼写都可以 都对 类似的还有很多 你像 如果是理发馆 这个裁缝铺 叫the tailors tailor表示裁缝 裁缝铺 同样的这个面包房 the bakers 这个baker面包师 面包师的工作的地方 叫面包房 还有像the butchers 这个可以表示我们这个肉铺 因为butchers是屠夫 或者卖肉的 卖肉就是这个肉 the barbers 这是理发馆 理发店 因为barbers是理发师的意思 你看都是这个行业的人 后面加press表示店铺 再比如说 the stationers 这是什么呢 文具店 咱们在词汇中讲过stationary 不是文具的意思吗 stationer是文具商的意思 文具店 后面这个the chemists 这就是药铺 药店 为什么呢 chemist 这个词不但可以表示化学家 也可以表示药商 药剂师 卖药的 这是药店 所以呢 这种身份 后面加press表示店铺 这是常见表达 咱们阅读中要认识 写作中要回用 当然 人后面加属国 不见得都是表示店铺 如果它不是一个具体的身份 就不能表示店铺 而一般都表示什么 房子啊 是什么什么什么 一个学校啊 一个大学 一个教堂等等等等 都有可能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你看这句话 we spend the weekend at miss green's 我们这个周末是在格林先生家度过的 这miss green's不能翻译格林店铺 in green 它并不是一个工作的身份 是格林先生的家里面 他的房子里面度过的 这省的house 这个词 有语境 没有起意 spend 咱们在第四课讲过 表示度过 再比如说 he graduated from st john's 他毕业于圣约翰 后面省到了大学 不是圣约翰店铺 在店铺没法毕业 圣约翰大学 注意他不是一个身份 并不是一个职业的身份 所以不是店铺 再比如说 Joe lives near St. Paul's in London 这个乔这个人住在伦敦 圣保罗大教堂的附近 St. Paul's不是圣保罗店铺 是圣保罗大教堂 这是著名的一个主教教堂 在英国金人皆知的 后面省的是cathedral 是大教堂 所以记住在人后面家属格 代替这个地点 未必是表示这个某个店铺 表示店铺 这个人必须是一个执意的身份 像butcher barber stationer 还有像本文中 这个jeweler 这才行 把这个记住 好 再回到课文中来 这个泰勒先生是一个珠宝店的老板 他干嘛呢 was admiring a new window display 正在欣赏一个新布置好的橱窗 注意一下admire这个词 admire这个词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表示什么 钦佩 佩服 但本文中不能说 他正在佩服一个橱窗 这不通顺 表示钦佩 敬佩 这个意思 它是不可输的 它是不能用进行识的 你不能说我正在佩服你 我们用在一般词可以 比方说 I admire her courage 表示我 欣赏 或者我敬佩 敬重 钦佩 他的勇气 这个时候不能用在进行识 你不能说 跟人说 你好 我正在钦佩你 我打你 你正在钦佩我 像花嘛 钦佩它不能进行 所以不能说正在怎么怎么样 但是admire是多意思 好多动词 做这个含义 不能用进行识 但换一个意思 就可以进行了 admire这个词可以表示 用欣赏的眼光来看 在欣赏 这就可以进行了 我们看下面这句话 I am admiring her beauty 不是我在钦佩她的美貌 我正在欣赏她的美貌 这个女孩子 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 大美女一个 我正在欣赏美貌 这可以 本文中呢 当然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老板正在欣赏 心不扰的叔叔 你看不错 我这里边挺漂亮 这个意思 表示这个出神的看着 看得出神了 用心上的眼光看 还有一个搭配 可以跟它替换 就是这个动词 gaze 但注意 它是不及物动词 后面的词叫做at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段语 gaze at gaze at gaze 动词叫at 表示这个看得出神了 尤其表示这个东西好看 看得出神了 咱们看本文中出现替换了 因为你不知道的话 这个词没法替换呢 你看第七行 请看课文第七行 after gazing at display for several minutes Mr. Taylor went back into his shop 在盯着这个橱窗看了几分钟之后呢 泰勒先生回到了店铺里面去 大家注意这个gazing at 可以把它换成after admiring 是一样的 这明显是一个同一词避免重复 这么一个题换 好 这是描述了主人公 泰勒先生出场了 然后下面呢 还出现了who的另外一部分 就是配角 主角还有配角 泰勒先生的这个售后员 还是属于人物的一部分 他说 two of his assistants had been working busily since eight o'clock and had only just finished 那么他的两个售货员 大家注意assistant这个词 大家可能更熟悉 这个词可以表示助手 或者是助理 有这个意思 我们再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assistant assistant 比如说an assistant manager 一位助理经理 一位助理经理 注意这是表示助手 助理这个含义 但是在本文中 它是另外一个意思 在英联邦国家 可以用它表示售货员 这个意思 全称叫shop assistant 有的时候咱们只用一个词 就是assistant 这两个含义在生活中 同样常见 出现频率是类似的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assistant既表示助手助理 也表示商店里的售货员 但是这个词表示售货员 一般多用在英联邦国家 英国或者澳大利亚用得多 如果在北美洲 美国和加拿大 售货员一般用成shop clerk 或者单独用一个词 叫clerk 但注意clerk这个词 在英国意思不一样 在英国一般表示 办公室的文员 办公室的白领 但在美国都成clerk 表示售货员有这个意思 但英国人发音也不一样 在英式发音里面 这个一二 不会做发音 发生r都成clerk clerk 办公室的文员 在美国都能clerk 就是售货员的意思 所以这是美国的版本 就是售货员 这个把它弄清楚 这英语特别讨厌 好 下面出现了一个重要实态 它的店里两个售货员 在这有上下文 肯定是商店里售货员的 卖东西的 怎么样呢 had been working busily since eight o'clock 从早起八点开始 一直都在忙忙碌碌的工作 为了这个店铺开门做准备 注意这个实态 had been doing 用的是过去完成进行式 过去完成进行式 什么时候用过去完成进行式呢 其实特别好理解 就是表示一个持续性的动作 一直做到过去的某个时刻 并且还有可能继续下去 至于是不是继续 跟我们一点关系别 我不关心 有可能刚刚坐在这停止了 也有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 那我是不管 总之动作一直做到过去的某时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二课里面 曾经讲过 现在完成进行式 那么我们当时说是 how been doing 现在完成进行式 这是一个时刻 一个持续动作 一直做到现在 还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 是不是继续 我们不关心 我们看过去完成进行式 跟它唯一区别 就是截止时间点不一样 如果动作一直持续到现在 咱们是现在完成进行 如果一个动作一直接着到过去的某时 就是过去完成进行式 就好了 特别好理解 在本文中 你看就是这样 从早起八点开始 一直的工作 一直持续到过去的那个时刻 这故事在过去发生 这个动作停了 刚刚 你看后面说了 had only just finished 刚刚才完成 甭管它完成不完成 咱们都可以用过去完成进行 为什么呢 它动作一直持续到过去的这个时刻 是不是继续 跟咱是没关系的 咱多看几个例子 比方说请看在第二支课中 第九十页的第八行到第九行 咱们看第三册 第九十页 第八行到第九行 出现了这么一个句子 他说 Blerio had been making planes since 1905 And this was his latest model 说Blerio这个人 从1905年开始 就开始制作飞机了 并且这是他最新的型号 Blerio这个人早就死了 这个故事的发生就在过去 而1905是过去的过去 从1905年一直发生到过去发生 在故事发生的时候 这是在过去的过去之前 一直发生到过去的这个时刻 中间没有中断 一直在制作飞机 用过去完成进行试 至于他到过去发生时 是不是还是继续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总之这个动作 截止到了过去的这个时间 一直都在做 这是第二十课 用的是过去完成进行证 用的是对的 再看另外一课书中 我们看第三十二课里边 一百五十页的第一行到第三行 一百五十页的第一行到第三行 就是一艘沉船这个书 他说 The small ship Elker which had been searched in Babylon Sea for weeks was on its way home 小船艾尔克号 在巴伦之海搜寻了几周之后 现在正在回家的途中 就返航的途中了 返航本来就是发生在过去 在那以前 他一直都在巴伦之海呢 这个这个这个 在搜寻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是一个动作 一直接着到过去的一个时刻 这个时候确实已经停止了 为什么 他返航了 他不在搜寻了 但他返航以前 一直都在搜寻 所以用的是had been searching 用的是对的吧 至于是不是截止 我根本不管 是停下来还是没停下来 我不管 总之在返航以前 他一直在搜寻 用的是对的 再看同一课书中 就是在这一百五十页的 第二十行到第二十一行 又出现了 一百五十页的第二十行到二十一行 他说 The Karen had been sailing in a convoy to Russia when she was torpedoed by an enemy submarine 卡伦浩怎么样呢 那么一直在 形势在俄罗斯护航的一个船队之中 这个时候 他被一方 被一个第一军的潜水艇 用鱼垒打中了 你看 被鱼垒打中 是发生在一般过去 在过去的这个时刻 而在他被打中之前呢 他这一时形势在一个护航的船队之中 这个时候 到了过去这个时刻 确实他就没法前进了 被鱼垒打中了 沉了 但是在这事情发生之前 一直在持续 是不是一个持续动作 截至到过去的某事吧 至于是不是继续 跟暂时没关系的 在这都不继续了 你继续不继续 我都很用过去完成 好 咱们再看一个 另外一课书中 看第四册 第四册的第十九课 说梦话的本质 四册十九课中有这么一句话 People walking during this period the eye movement generally reported that they had been dreaming 你看 People whom are walking Walking我们一看是非味动词 过去分词 这不可能是卫语了 非味语就不能当卫语 说明他这个后知定语 修饰这个people 就是在这些眼动期间 就眼球转动这个期间 那么醒来的这个人 好了 到这儿是主语吧 People whom are walking during this period of eye movements 是后知定语 魏语动词在这儿呢 Generally reported 一般来说 他们的汇报说怎么样呢 他们在这之前都一直在做梦 注意后门带领导的是 这个这个 冰玉从事 冰玉从事里面用的是 had been dreaming 过去完成进行式 因为被吵醒 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过去了 在醒以前 一直都在做梦 是一个延续动作 到过去某个时刻 一直持续 这个时候当然终止了 他都醒了 不可能再做梦了 但是我甭管他终止 还是没有终止 只要这个动作截至到 持续到 过去某个时刻 都可以用它 这是过去完成进行式 可以跟我们当时的 现在完成进行的同时计 只不过现在完成进行 是一个持续动作 一直截至到现在罢了 特别好的计 实财特别好理解 好的 回到剧中 他说 从八点钟开始 一直都在努力工作 并且刚刚工作才完成 准备开门营业了 这个only just 是什么意思呢 刚刚才发生 刚刚怎么怎么样 咱们看看 他的英文解释 only just 是个副词短语 adverb 什么意思呢 not long ago 或not long before 表示在并不太长久的以前 就刚刚才怎么怎么样 如果是从现在说的刚刚 那就是not long ago 如果过去某个时刻说的 在这前不久 刚刚 那么用not long before 就好了 ago是从现在开始往前算 before是从过去模式往前算 都可以用only just 而且他一般用在完成时 一般是现在完成 或者是过去完成 如果从现在算刚刚 是现在完成 如果过去某个时刻呢 就过去完成 本文中 你看用的是过去完成时 and had only just finished 因为这个停止工作 是过去这个时 刚刚用过去完成时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we only just run every day 我们刚刚才到 我们正在说话 这个刚刚才到 到呢 这个到这个地方 说话的事是现在 我们刚刚才到 用的是现在完成时 对吧 we only just arrived 再比如说 I've only just moved to London 我刚刚搬到伦敦这 你看用的是现在完成时 刚刚搬到伦敦 我说话的时候 是现在 那么当然用 现在完成时就好了 再看这个句子 people were living and had just only just arrived 人们都在纷纷离开 这个时候呢 我刚刚才到 我来晚了 大家都都正在走呢 我刚刚才到这 大家都在走 说明这个时候 已经是过去了 指过去的时刻 那么刚刚用的是过去完成时 I'd 相当于I had only just arrived 第三个句子 跟本文中情况是类似的 对吧 指过去故事的发生时 他刚刚完成 用过去完成时 就好了 整个句子看懂了 就是 两个他的售后员 泰勒先生是售后员 从早起八点 就一直努力地工作 并且到当时那个时刻 刚刚工作才做完 配角出场了 下面继续描述 这个橱窗特别漂亮 他说了 Diamond necklaces and rings had been beautifully arranged on background of black velvet 这个Diamond是钻石了 钻石项链和戒指 被非常漂亮地布置在 黑色天鹅绒的背景之上 钻石本身就闪闪发光 黑色背景一衬托 就更漂亮了 等于这句话 描述出故事的 Why? 起因 为什么抢劫他们家 他们家这橱窗太招人了 如果里边都是 这个酱菜哥的 没人来抢了 都是这么值钱的钻石 这要是抢走了 这一辈子财务自由了 所以为什么抢他家 这是Why 描述事情的起因 注意钻石这个词发音 不要不得读 Diamond 不这么读 它有点像闷死闷这个声音 我们跟老师大声了 Diamond 好 再来一遍 Diamond 好 记了 这是钻石 钻石的项链和戒指 被非常漂亮地布置在 这黑色天鹅绒 天鹅绒咱们知道 叫Velvet就行了 但是布置 陈列 摆放 这个词咱们看一看 大声读一下 动词原形 就是把字母帝去掉 我们读一下 Arrange 老师说过 不要读arrange 因为字母A 发双音A A在那笔音叫in 汉语中没有这个口形 再来遍 arrange arrange 布置摆放 为了漂亮啊 或用 为了它有秩序啊 布置摆放 叫arrange 这词是奇无动词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We arranged the chairs in a semicircle 这是一般过去时 在后面加了一个字母帝 我们把这些椅子 摆成了一个半圆形 semi 是一半的 semi circle 半圆形 一会儿呢 要开茶话会 摆个半圆形 咱们在这讲话方便 摆成这个形状 用被动也行啊 看 His books are neatly arrang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他的这些书怎么样呢 被整齐的摆放 怎么摆放 按照字母表的顺序 A开头的书在前面 Z开头的在最后 按字母表的顺序 我们这字母表叫alphabet 就是把后面的ICAL去掉 对吧 我们先读一下字母表 alphabet alphabet 形容词再加ICAL 中音后语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alphabetical alphabetical in alphabetic order 就是以字母表的顺序 按照这个顺序 被整齐的 needly 就整齐整洁的意思 排列好了 这布置摆放 叫arrange 百分钟我们看用的非常贴切 用的被动被摆放在了 黑色天鹅绒的背景之上 咱们想象的璀璨夺目啊 整个这拱狼街 救赎他们家这橱窗 值钱漂亮 来专抢他们家 谁让你这么招人呢 对吧 后面更精确地描述了 这个时间的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刻 在哪个时刻呢 不光是在上午刚开门的时候 而且呢 After gazing at the display every several minutes Miss Taylor went back into his shop 在盯着这个橱窗 看了几分钟之后 泰勒先生走回了 店部里面去 后面这个事件就发生了 就在这一个刹那 精确地描述这个way 什么时候 这个after在这 是在什么什么之后 在本文中当然当戒词来用 老人说过 这after当戒词 当副词 当脸词都行 在这后面加的动名词了 是戒词 这个gazing at呢 刚刚讲过 充满兴趣地在看 在欣赏 类似于在上文中出现 那个admire这个词 咱说了 充满兴趣地看 看得出神了 咱们可以用gazing at这个词 你看咱们再看一个语境 He gazed at the bell 咱们的动词原型是gaz 一般过的事呢 才加个字母帝 那什么叫bell呢 bell叫大美女 大美女 就是一般的美女 咱可以叫beauty American beauty 美国美人 这是个电影的名字 但是一群美女中 最美的那个 咱们叫bell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bell bell 这个不能读belly 后面的一部发音 大家可能买过一个 女鞋的品牌 叫百丽 对吧 可能在屏幕前的女同学更熟悉 这个百丽其实就是评写 其实发音错了 不读中belly 读中bell 我们跟老师读一下 bell bell 我们说校花 就会叫campus bell campus 咱们刚才看过的校园 C-A-M-P-U-S C-A-M-P-U-S 空格 bell campus bell 就校花的意思 她出神地盯着这个美女 长得不错 看得出神地欣赏 欣赏珠窗 用这个眼光可以 但是那美女如果更漂亮 后面又来一个 比那个更沉鱼 更洛艳 对吧 你看动作可以变一下 He stared at the bell 但注意后面都加at 我们读一下中心动词 去掉字母地 当时那边 stare stare 这个就瞪大了眼睛 明示 眼睛瞪圆了 哎呀 你看这长得 这小模样 眼睛瞪圆了凝视 叫stare at the bell 这个用的好 好 又过去一女的 比那几个都漂亮 好家伙 这简直是 词女只应天上游 人间拿得几回楼啊 对吧 我没见过 真漂亮 你看这动作又变 又变了一下 再换一个词 He gaped at the bell 这gaped 就看啥了 你看这个字母屁呢 拉长一点 好像下不过 哎呀 这是什么 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呢 我们读一下这动词 还是去掉字母地 动词圆形大声那边 gaped gaped 这个词叫傻看 张着嘴看啥了 我们常说 don't stand there gaping do something 别在那傻看 做点事 gaped 叫傻看 看什么东西 后面叫at 张着嘴看啥了 你看他冲着美女 又瞪眼又张嘴 美女心情很不爽 美女看她 你看动作变了 the bell glared at him glared 就怒目而视 后面也是加 这次at 我们大声读一下 中心动词 还是去掉字母地 动词圆形大声那边 glare glare look at somebody full of anger 充满愤怒看 美女对她怒目而视 半分钟 用gaped 用的是对的 充满兴趣在看 欣赏 哎呀 这橱窗 你看 别人家有我家漂亮吗 越看越喜欢 我的店铺 真是最棒的 然后看了一会儿之后 Mr. Taylor went back into his shop 静静地走回了他的店铺里面去 你看 在第一段里边 作者刻意 在描绘一个 平静祥和的这么一个气氛 你看店铺刚刚开门 跟平时都一样 店员们布置好了这橱窗 准备营业了 泰勒先生看了会之后 背着手 走回到店铺里面去 一切都那么平静 那么情景有条 这就跟夏文抢劫的发生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所谓这个dramatic effect 就是这个戏剧性效果 一下就出来了 你看咱们看一下美国电影 一些大片 那些恐怖片 什么枪战片 刚开始的时候 往往是一派祥和的 平静的正常日常生活 然后棋风突起 事件发生 这个才有效果 一上来打打杀杀 到最后都这样 这个剧情反而都平淡了 清朝的才子圆梅 在随缘诗画中 总结过写文章 他这道理是相通的 文似看山不喜平 写文章跟看山水一样 一马平川就没劲了 骑风突起才好看 看山跟看美女一样 这美女没有任何起伏 也不好看 这个有曲线 他没嘛 文章也是一样 他还说 为人贵职 而作诗文者贵曲 这个说得好 就是我们做人 要直爽直帅 不能用弯弯肠子 但是做诗文 喜欢跌宕起伏 情节曲折 这个本文中 确实体现出这么一个特征 这个究竟下面 是抢劫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到第二段 再详细来看